这些天 西百坡的人们满怀着无比喜悦的心情 纷纷议论着北平快要解放了 过不了多久党中央就要迁往北平去了 毛泽东将在北平指挥解放军 彻底打败蒋介石 解放全中国的战斗 江青这些天也显得很高兴 精神也特别的好 在一次生活会上 他毫无节制地对工作在毛泽东身边的人们说了好多话 讲了许多事 江青梅飞色舞地讲了 他在1938年24岁的时候在延安 同毛泽东结婚的情景 说虽然没有举行什么结婚仪式 但毛泽东邀请了不少人去到早园的窑洞里 大家在一起吃了饭 喝了喜酒 还讲他在延安如何协助毛泽东抄写文稿 一抄就是大半夜 从来没有感觉到困和泪 还讲他在1945年随毛泽东去重庆同蒋介石谈判 身在龙潭虎穴中的毛泽东如何 泰然自作地对付各种复杂危险的情况 工作人员们听了 有人很感兴趣 也有人不以为然 李莹桥听了心想 我听说毛泽东去洪庆谈判是为了国家的前途和人民的命运 你江青借口看牙医去洪庆是为了重温一下大城市里的生活 根本是毫不相关的两码事 只不过是同时去了罢了 为什么非要往自己的脸上贴金呢 争强好胜的江青根本不理会听的人的心态 只顾自己会声会色地继续讲着 讲述他跟随毛泽东转战陕北时的许多故事 讲毛泽东如何胆量大 在大山中和敌人捉迷藏 牵制了胡宗南的主力部队 讲毛泽东化名 李德胜 指挥西北野战军如何取得了清化边 杨马河 盘龙三场大战的胜利 揭灭了敌人的大骨有声力量 还讲毛泽东如何在梁家叉坐镇 在距离敌人仅五公里的地方 指挥彭德怀在沙家殿打了一个大漂亮仗 彻底粉碎了胡宗南对陕甘宁解放区的重点进攻 讲他如何在艰难困苦的境况下 照样坚持爬山 徒步行军 李盈乔心中暗自嘀咕 你怎么不讲讲如何同毛泽东吵架 如何强行留下贺老总送的好马自己齐的事啊 李盈乔觉得将军有着很强的表现欲 说起话来好像没完没了 依旧滔滔不绝地讲着他自己如何协助毛泽东做了多少工作 讲述毛泽东在百忙中如何同时密切注视华北 华东中原和东北几大战场的情景 讲毛泽东如何指挥各野战军部队同国民党的几百万军队作战 江青讲述这一切的主要目的 还是讲他如何日夜协助毛泽东处理忙不过来的工作 李盈乔心想毛泽东总是夜里工作 你江青是夜里睡觉 毛泽东习惯每天上午休息 你江青每天上午都是到各处去溜达 怎么能讲你日夜都在协助毛泽东呢 江青正讲着 他姐姐李云露找来了 这才将江青的话语截断了 江青离开后 人们又议论起了毛泽东的家事 说全国就要解放了 毛泽东的几个儿子和几个女儿 大儿子暗英和小女儿李纳已经在身边了 二儿子暗青和大女儿娇娇也该从苏联回来了 三儿子暗龙和贺子珍随红军长征前 脱养在干男的儿子也有找回来的希望了 这时有人说 贺大姐如果从苏联回来了 江青怎么办 有人笑了说 组织上肯定有办法 再说毛主席能指挥千军万马 还处理不了这点小事儿 你别瞎操心了 在座的人都笑起来 这时李云桥看了看 坐在众人身后的韩贵心 两个人的心中都在想 要是毛泽东和他的这些孩子们 都团聚了 该是多么幸福的事啊